喜爱看港剧的人一定对李耀祥不陌生 他曾出演过TVB版戏游记中的猪八戒 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 还曾在金国枭雄中给观众带来了精彩表演 是实实在在的三料影帝 如今虽然年过半百 李耀祥依旧坚持在所热爱的演艺道路上 还抽空发展副业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近几年因为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 李耀祥便在中山买房定居 将家人都接到身边居住 分年过节才会回到香港老家 在最新的这则动态中 李耀祥透露自己不演戏时 会经常来逛超市买菜 和妻子享受寻常人的夫妻生活 58岁的他穿着一身休闲装 打扮帅气 身材健硕 丝毫没有周年发福的痕迹 站在他身旁的是妻子梁耀莲 他穿着热裤 打扮精致时尚 在逛超市的过程中 李耀祥全程推着车 绅士地照顾妻子 夫妻俩配合默契 感情羡煞旁人 两人虽然是明星 在买菜时也非常节省 身旁也没有助力随行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不过这次现身 也并没有路人认出他们二人 足以见得有多么的接地气 翻看评论区 网友也都在称赞他们接地气 还有人好奇 李耀祥一天的生活开销有多大 当年 在拍摄霞女游龙时 李耀祥与梁耀莲相视相恋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成为圈内的省仙眷侣 结婚后 梁耀莲生下了儿子黎振乔 儿子成长得既帅气又优秀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其实比起其他穿金带银 进出高档商场明星来说 李耀祥一家人算得上是非常接地气了 经常能看见他们逛吃路边摊 或是逛菜市场 李耀祥还曾在路边摆摊弹唱 亲和力十足 李耀祥算是香港娱乐圈里 为数不多的豪宅拥有着 他的豪宅不是买的 而是租的 不过他不买豪宅不是因为没有钱 而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房子 据了解 李耀祥租住的豪宅 每月租金高达九万港币 李耀祥经常邀请好朋友去家中聚会 他的妻子李耀莲 也在个人社交账号里炫富秀豪宅 很多人都特别奇怪 香港演员的收入普遍不高 即使是像李耀祥这样的市地 也远不如内地的二线明星收入高 李耀祥和妻子没必要租这么大的房子吧 关于这一点 李耀祥在做客一档访谈节目时回应道 风水大师不建议我搬家 但我就是想住在大房子里 李耀祥不是虚荣的人 他之所以对大房子有这么深的执念 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前段时间 李耀祥在阮兆祥主持的综艺节目里 看到了最令自己恐惧的事 他说十几年前我为TVB台庆表演魔术 魔术师把我关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我进去之后就感觉呼吸不畅 心跳加速 内心非常恐惧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可能患有幽闭恐惧症 一旁的阮兆祥调笑道 难怪要住四千尺大屋 香港的四千英尺相当于一千二百平米 李耀祥的儿子 厂年在外留学 家里平时只有李耀祥和太太两个人 李振乔曾因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好车名表胜负 受到过网友的质疑 李耀祥替儿子解释道 他只是年轻贪新鲜 其实 李振乔爱车完全是受了老爸的影响 李耀祥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车 他宁可在吃穿用度上节省 也不愿意错过一台好车 今年三月 有香港媒体拍到 李耀祥跟妻子驾驶着一辆好车去菜市场采购 没过几天 李耀祥夫妇又驾驶着另外一辆好车去九龙逛街 李耀祥是TVB的台柱子 如果没有他 观众们可能早就抛弃TVB了 毕竟TVB的新生代演员里实在没有几个能上了台面的 虽然李耀祥的演技很高 抗拒能力也属一流 但TVB实在是太穷太抠门了 李耀祥在内地拍一部戏的片酬 比在TVB干一整年的收入还要高 虽然内地给的片酬高 但李耀祥还是选择继续留在TVB 李耀祥曾在采访中自爆 当时我开了一个很高的价码 后来公司只是还了一口价 捡了少少 条件一优厚到不得了 香港演员都很敬业 李耀祥也不例外 别看他已经是圈内大佬级别的演员了 但他从来没有仗着市地身份耍过大牌 从龙套演员到三界市地 李耀祥的人生就像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男主电影 过去一年 TVB市地李耀祥有一大半时间在内地发展 疼爱家人的他 忙完工作后经常带着妻子到处旅游 品尝美食 玩得不亦乐乎 每一张照片 梁耀祥连脸上都挂着笑容 幸福之情易于言表 他留言表白老公 称幸运的我 感恩有您 其中一张照片是钱家福 曝光的照片中 一家三口开心同框 画面非常温馨有爱 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大蛋糕 似乎是为某一位家庭成员庆生 可惜蛋糕上的字太潦草 无法看清楚 李耀祥穿着棕红色卫衣出镜 打扮简单 已经58岁的他 额前头发有点稀疏 眼角皱纹明显 出现了老太 索性他精神状态还不错 梁耀莲剪了露眉刘海 再配上精致的妆容 造型简单 难掩气质 久违现身的儿子 李振乔抱着爱犬站在后面 十分抢劲 不知不觉 他已经25岁了 对比上一次露面 小伙子脸胖了一圈 五官越发的像妈妈 气质很是夯后老师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李振乔与李立真女儿 徐以荣是青梅竹马 过去两人还传过绯闻呢 徐以荣目前已经大学毕业 并进入社会工作 李振乔跟他年龄相仿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工作呢 李耀祥认识梁耀莲之前 还有过一段婚姻 对象是他读夜校的同学 可惜两人没能白头偕老 一次偶尔的机会 他认识了李立真的中学同学梁耀莲 平凡接触中两人互生情愫 继而走到一起 婚后 他跟梁耀莲生下一子李振乔 虽然当时他的事业还没起飞 收入并不高 但一家人感情非常好 生活幸福美满 随着李耀祥平几着柴酒 流星等一系列角色爆红 事业蹲上巅峰 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爱子心切的他 不仅豪杂重金送儿子到国外留学 还给儿子大把大把的零用钱 那时候的李振乔年纪小不懂事 不知道爸爸赚钱不易 经常买名表 豪车 高端摄影器材等奢侈品肆意挥霍 所幸 年岁渐长后 他的思想有了改变 这几年已经很少听到他大手大脚的新闻了 过去很爱在社交网炫富的他 如今变得很是低调 只偶尔出现在家庭聚会中 很多人会不小心混淆了李耀祥和陈国邦 这两位曾经在TVB意义生辉的绿叶 彼此交错的职业命运 仿佛织旧了一段交错的故事 李耀祥的好运 依靠着柴酒一炮走红 成为师弟 而陈国邦的人生轨迹 却难逃平淡的命运 32年的铺垫 却只换来了一份不温不火的事业 或许是岁月的洗礼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TVB艺人选择迁徙到内地谋生 李耀祥便是其中一位 他在中山买房落户 四处游历 那种退休后纵情享受生活的姿态 似乎令人忍不住为他竖起大拇指 而陈国邦却不同 依旧笃定的奋斗 渴望获得大家的认可 仿佛人在为自己的梦想冲锋 陈国邦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富足 学费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门槛 靠着奖学金的支持 他才得以完成学业 他本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 因为优异的成绩使他有多种出路 然而 一句赚钱的忠告 让他走上了演艺之路 进入了演艺学院 与王祖兰成为同门 才21岁的陈国邦 评级出色的表现 数为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对他实力的肯定 然而 当时的电影圈才华很易 机会微乎其微 他尝试在TVB电视剧中饰演龙套 但大多只是匆匆一个侧影 尽管存前往台湾发展 甚至在林志颖版绝代双胶中饰演黑蜘蛛 但他始终未能脱颖而出 漂泊多年 却依然无法摆脱配角的阴影 陈国邦曾在TVB和李耀祥等人合作的大太监中 饰演彭三顺 引发关注 被人戏称为太监专业户 然而 这位44岁的演员仍是配角 而李耀祥则已成为无限一哥 眼看着机会稍纵即逝 他以为能迎来职业的新曙光 然而 他的角色盆三顺之后 又陷入了龙套的境地 角色微小 报仇微薄 面对生活的压力 他毅然决然离开了TVB 黯然退出公众视线 年轻时的他容貌晶朗 如今虽已年过半百 人透出青春的气息 然而 他始终只是配角 让许多欣赏他的人倍感惋惜 离开TVB后 陈国邦隐退了整整六年 他除了涉足音乐剧和话剧领域外 便一直未露面 又传言称他打算移民 不负从前的热情 然而今年 他的消息再度传出 师弟王祖兰不忘旧情 力捧他出演电影男主角 《行影扫把星》已在网上上映一周 这是他首度担任男主角 他的面孔再度出现在大众事业 引人怀念 不容忽视的是 陈国邦的保养颇有一套 53岁的容颜 不输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或许即便他在演艺道路上屡受阻碍 换个领域也能轻松赢得顾客的青睐 然而作为一个一身追寻闷想的演员 他却始终未遇到那个能证明自己的角色 这令人不禁唏嘘 这么多年一直都深受粉丝喜爱 想必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也祝愿李耀祥一家生活幸福 继续给观众带来精彩的作品